当素食遇上多元文化 会展现什么风味 在马来西亚万宜高尔夫球俱乐部 来自慈济雪荣分会的六位相机志工 轮流大展身手 与现代新素派主持人关家宇 一起在镜头前大方分享 个别素菜的本土特色 它原本的料理就已经这么多元化 再加上素食的料理之后 那不得了 同样是一个道地的饮食 可是我们把它转成素的 那你看有多少人可以来品尝 这一份道地的饮食料理 凸显特色的同时 子宫也兼顾简易步骤 并注重养生调和 素的这块也可以更多人认识 马来风味也可以做得素食很好吃的 不一定说一定要肉才可以好吃 几年单单一个素菜 配一些酱料就OK了 最重要是方便去接引一些大德们 去吃做素的方面之外 欢迎我们今天的料理男人 邓苏联 其实在外面吃不到这种的苏骨卤茶 因为我们的药材很多种类 它有调和整个香料那个味道 就比较温和派 小如你在外面吃那种苏骨茶是很超乐的 我们自己做的因为素食嘛 都要调养好身体 镜头前从容上菜 然而邓苏联和曾兆伦 其实都曾经历伤病 却丝毫不减相继路上的心智 急性的清光源 因为它油烟会造成我眼睛很痛很干 我稍微说不要开它太大火了 温和派就可以了 摩托就翻车了 因为同一个时间压了两次 就变成连续的那个后遇针 不可以站太久嘛 就是有点痛 所以就放在一旁休息一下 志工心诚意间 上菜色香味俱全 透过镜头 全球大爱观众将共同领略 别有风味的马来西亚素食 大爱新闻萧文尹王定达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